记者赖小童新北报道,春节期间想至郊外享受春光,又担心热门景点人山人海,不妨走访新北市的生态公园,土城妈祖甜水生态亲子公园占地约277坪,距捷运永宁占景15分钟车程,平西区子东社区拥有一日三景的美丽景致,春节是逢樱花盛开,正是赏花好时节。 土城妈祖甜水生态亲子公园是由土城总体营造协会与社区民众共同打造的绿地,园区内有丰富的湿地生态,还能一路前往天上山步道,成天蝉寺,通花公园等景点。 善其四住持苏素珍表示,这块绿地圆明月蕊亭,拥有美丽的山林美景及清澈泉水,早年吸引许多民众踏青,后来因伐人管理,以铁围林封闭,荒芜一片。 105年社区参加新北市城乡发展局社区规划师提案补助,重新整顿环境,开放民众休憩,更名为水生态亲子公园。 106年青城水梯田,号召居民共同栽种香草植物,打造绿生活园区。 另外,子东社区春节樱花盛开,民众可前往凡子坑农路的樱花谷与福德宫附近,欣赏樱花与山栏香灰影的景致,至山顶俯瞰大片茶园,夕阳与灰影照层层云朵,营造浪漫氛围。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子东古道遍布丰富的爵类生态,运气好还能看见国宝金鸟类台湾蓝雀,民众可一面欣赏乡乡村景致,一面享用在地农产风味参与。 蓝雀咖啡度过悠闲时光。